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零件是顯示卡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您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這是顯示卡 一張顯示卡由GPU、記憶體、電路板、散熱器等零件組成 而其中GPU為最重要的核心 而GPU目前在PC中以三大陣營為主 NVIDIA、AMD、Intel 其中Intel的GPU產品為CPU的內顯 詳情可看右上角CPU選購 故本篇不會再另提Intel 而技嘉、索泰、華碩、微星等 則為顯示卡的製造商 那要了解顯示卡 首先得了解GPU GPU為圖形運算處理器的英文名稱 其擅長的是處理圖形、影像 也擅長處理單一性質的數學運算 且因為擁有優異的平行運算能力 目前火紅的AI、大數據運算 很大部分就是靠GPU來運算的 那它與你玩遊戲有什麼關係呢? GPU越好你的遊戲畫面也越漂亮 流暢度越高 因此一張適合的顯示卡 對於遊戲與繪圖是必須的 以NVIDIA為例 遊戲顯卡為GeForce系列 其中GTX為主流系列 RTX則為最近推出支持光線追蹤的新高端系列 而NVIDIA GPU的命名規則為新舊加等級 數字部分都是數字越大越新 等級越高 而字尾如有Ti代表加強版 字尾有Super代表燒強版 例如這張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2080 AMP Extreme 從型號上看 前面的GeForce RTX代表的是 光線追蹤系列遊戲顯卡 而2080則是GPU的型號 20代表的是20系列 數字越大越新 80則代表等級 數字越大越高級 效能越強 Zotac Gaming則是近期剛引入台灣 在國外小有名氣的潮牌 Zotac旗下的電競品牌 為打造全新遊戲帝國而創立 而型號後面的AMP Extreme 則是他們高階卡系列 稍後會提到 在這張技嘉的AURUS GeForce RTX 2070 Super 8G為例 開頭的AURUS為板卡廠商 技嘉的電競品牌 其品牌的產品範圍包含了任何能夠跟電競掛上邊的產品 而這張AURUS GeForce RTX 2070 Super 8G 20代表的是20系列顯卡 70則代表的是等級為70 所以其GPU比2080定位低一些 而Super字尾則是小升級的意思 也就是性能稍強於無Super的2070顯示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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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Gooders 而了解了RTS系列 我們來看一下GeForce GTX系列 以這張微星的GeForce GTX 1660 Super Gaming X來說 開頭的微星為主打電競的板卡廠商 以龍的圖樣為名 GeForce GTS代表著沒有光線追蹤 而16代表著16世代 這個16世代其實跟剛才的20世代是同時期的產品 兩者屬於不同高低階的等級 在功能上來說 例如RTS系列有支援光線追蹤 而GTS 16系列就沒有支援 所以1660是定位較為平價的產品 相對於RTS系列價格更加親民 MD的遊戲顯卡為Radeon系列 其中RX5為主流系列 其命名規則同樣為新舊加等級 例如RX5700XT 而智偉XT為增強版 以這張華碩的RG Strix Radeon RX5700O8G Gaming為例 RG為華碩的電競品牌 全名為玩家共和國 這邊有一個像眼睛的LOGO 大家平常說的敗家之眼就是它 那看到型號的部分 Radeon RX是AMD的遊戲顯卡 5代表著它的世代 數字越大代表越新 後面三位數或兩位數代表等級 數字越大越高級 像這邊700是目前很高階的型號了 後面的O8G Gaming 則為顯示卡自身產品命名 在這邊也可以看到8G代表著8G記憶體 1G上台版很高階的 部分數字越大了 1G字幕小七月 讓我們複齊一下NVIDIA的GPU 後兩碼數字越大代表性能越好 例如RTX2080比RTX2060還強 因為80大於60 還有後綴Ti Super的字為Ti代表加強版 而Super則是代表稍微加強版 也就是RTX2080 Ti大於RTX2080 Super大於RTX2080 ND的GPU後三碼數字越大代表性能越好 例如RX5700比RX5600XT還要強 因為700大於600 雖說RX5600XT有XT字尾 但XT僅代表加強 效能還是比RX5700低一點 這些比較僅限於同廠商 NVIDIA與AMD的產品無法單純從型號比較喔 所以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簡單的GPU排名 通常60系列定位就是Full HD 遊戲大多都可以順暢遊玩 70系列則可唱完2K遊戲 80系列則是4K遊戲唱完 好,那在了解GPU等級後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挑選遊戲顯卡 比如你想玩吃雞、戰地風雲 那你可以到遊戲官方網站 查看建議配備 那像上面寫著建議GTS 1060、RX580 那就代表你想要流暢運行的話 最好挑比這兩個顯示卡更高級的款式 而大致上NVIDIA60系列、AMD600系列以上的GPU 都可以應付多數遊戲的需求 當然預算夠的話 挑等級越高越好 那要挑NVIDIA陣營還是AMD陣營 NVIDIA陣營的優勢就是遊戲性能較好 穩定度也較高 例如GeForce RTX 2080 在本片拍攝前還沒有對手 而AMD則是便宜 且驅動介面比較好看 例如Radeon RX 5700XT性價比就挺高的 要選合者就看自己的決定囉 那假設你已經挑好了 要用哪一個等級的顯示卡 你會發現 哇!選擇也太多了吧! 這是因為同一等級的GPU 廠商們還會依據散熱器、用料、保固 去做出不同定位的顯示卡 以GeForce RTX為例 型號為AMP的顯示卡 就有著較好的用料、保固及散熱 像是背面的金屬強化背板、防止彎曲 三風扇加上多根導管的設計 搭配智慧停轉功能 確保GPU在高負載下 性能可以完全發揮 低負載又靜音省電 而且外觀方面 也有三條帥氣的RGB燈條 足以滿足玩家的信仰 像Zotec Gaming GeForce RTX 2080 AMP Extreme 這類定位高階的顯示卡 我們就可以稱它為旗艦卡 以華碩的RG Strix Radeon RX 5700 O8G Gaming為例 RG Strix就是旗艦系列 其性能、用料以及保固都是頂級的 同樣在散熱器的設計上面堆料 以及內部的用料都會是同級顯示卡中較好的 至於對性能無影響 但可以提升信仰價值的RGB信仰logo 也是旗艦顯卡獨有的 所以說囉 要選外觀較帥氣 且散熱高檔的旗艦卡 還是CP值較高的評價卡呢? 個人建議 如果你電腦想要穩穩妥妥用比較久的話 可以挑各家的旗艦系列顯示卡 因為擁有較長的保固以及強悍的散熱系統 畢竟你看看這張技嘉的AURUS RTX 2070 Super 8G 那三顆閃著光芒的風扇 以及帥氣的老音頭 光用看的就很爽快了 MSI也有高階卡 只是這次我們展示中階顯卡 在這個等級也許是許多玩家的選擇 尤其預算有限 只能挑選萬元以下的顯卡 那麼各家廠商的平價產品也可以考慮看看 例如這張微星的GeForce GTS 1660 Super Gaming X 就是較為平民高CP值的選擇 至於廠商部分 目前台灣上市的顯示卡有很多家 例如我們這次開箱的 華碩、技嘉、微星、索泰 那我建議可以先從產品 而非廠牌下手 挑一張外觀要喜歡的顯卡 當然保固也要好 而且便宜也是必須的 而各家廠商的送修資訊 我也把它列在畫面上了 你可以確認一下哪一家維修對你來說比較方便 好了 那就祝福你挑到最適合的顯卡囉 謝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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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閒 歡迎 謝謝